大家好,我是epixia 今天带来的是历史上的理点 在开始之前先介绍一下 我的这个频道主要视频的内容 以理点为例 我的视频主要是翻译证实史书上面的内容 比如三国志 所以我的视频里面是不会出现理点 拿着时间宝石预测到刘备会伏计下沪敦的内容 这种演绎、野史和网络小说里面的事情是不会有的 最后,我不会强加任何主观的意见或者看法 理点是个什么样的人 还是由各位看官评论 那么我们开始吧 理点自曼城 生年不详 山羊巨野人 理点的从父李前是个有雄伟豪气的人 在盛世县聚集了数千宾客 出平年间带领着众人投奔了曹操 先是在寿张大破黄金军 后来又跟着曹操去进攻元树 征讨徐州 公元194年 曹操遭到背叛吕布被引入曹操的地盘 在吕布与曹操交战的时候 李前被曹操派回到盛世县 去安抚和卫劳各县 这时 吕布的别价薛兰和至中李锋 前来招降李前 李前拒绝了对方 随后就被杀死 曹操就令李前的儿子李整 统帅李前的军队 和曹军重将一起 击败了薛兰和李锋 后来 李整又跟着曹操平定了 衍州的圣渝县城 因为作战有功 而被任命为青州刺史 李整去世后 李点被任命为影音县令 中郎将统领着李整的部队 一段时间后升迁为黎湖太守 过了几年后 曹操和袁绍在关渡大战 李点就带领了他的宗族和部曲们 去给曹操运输粮食衣物 在袁绍被打败后 李点就被封为皮将军 囤住在安明县 后来 曹操决定发兵攻打在黎阳的袁上袁潭 就令李点和陈玉用船来运粮 可两人却遇上了袁上派遣的 魏军太守高翻 他将军队囤住在了河的上游 并且断绝了水道 这时曹操就传令给李点和陈玉 如果没法走水路 那就走陆路吧 李点就和重将商议道 高翻的军队缺少兵士和甲州 但却依仗的水势来阻拦我们 敌军肯定有轻敌的心思 我们发起进攻 必能攻破他们 军队不应该只懂得 死板地听取朝廷的命令 为了国家的利益 我们可以独断 做出正确的选择 向他们发起进攻 陈玉对李点的话表示赞同 于是他们的军队向北渡河 进攻高翻 大破高翻的军队 水路也通畅了 公元2022年 刘表派刘备向北发动入侵 攻打到射县 曹操就派李点跟从夏胡敦 一起去抵御刘备 这时 刘备决定撤退 还烧毁了囤住的营寨 夏胡敦想要带兵追赶 李点劝说道 敌军无缘无故的突然撤退 我怀疑他们肯定有埋伏 南边的道路狭窄 草木茂密 不可以追啊 夏胡敦不听 带着于静追了上去 让李点留守 果然夏胡敦中了埋伏 在战局不力的情况下 李点出现前来救援夏胡敦 刘备看见敌方的救援已经抵达 就撤走了 两年后 李点跟随曹操围攻夜城 在夜城被平定后 李点与月静一起去围攻在湖关的高干 和在长广的管城 都取得了成功 李点也升迁成为不禄将军 封都庭侯 当时李点的族人不娶 三千多户都居住在盛世县 李点就自愿请求曹操 让他们搬到魏郡 曹操笑着说道 你是想要学耿纯吗 李点回答道 我的性格懦弱 功劳微薄 但爵位和风赏却太过于厚重 所以全族的人都应该来为您效力 再加上天下还没有平定 应当要充实魏郡之交 以便于控制四方 并不是要效仿耿纯 随后就将宗族不娶 一万三千多人都迁移到夜城居住 曹操也感到非常高兴 加奖李点为破鲁将军 公元215年 李点和张辽月静驻扎在合肥 这时孙权带领大军前来围攻 张辽想要奉曹操的命令出战 但月静 李点张辽三人的关系 一直都不融洽 张辽害怕李点不会听他的 但李点却说道 这是国家大事 关键在于要看你的计策好与不好 我怎么会因为私怨而忘公益和大局呢 说完就和张辽一起领兵 击破赶走了孙权 后来李点被增益百户 加上以前的一共三百户 李点是一个喜好学问 又注重儒雅风度的人 他也不会和其他将领争抢功劳 尊敬所有的闲事大福 总怕有礼数不周的地方 军中的人们也非常的敬重他 李点在36岁的时候去世 他的儿子李珍继承了他的爵位 曹丕称帝后 为了追念李点在合肥之战的功绩 给李珍增加了一百户十亿 赐予李点的一个儿子 关内侯的爵位和十亿百户 给李点的嗜好为闽侯 嘿嘿 派争李宗莠